5号人 我们紧接着就进入到5号人 好 5号人一些特质我们也请老师跟我们做分享 5号人 我每次聊到5号人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淡淡的忧伤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淡淡的忧伤 私底下真的聊好了 5 忧感而发 等一下我 为什么 我今天有音效的 但是我找不到切入点 算了我直接切入好了 下次音效可不可以准备好一点 音效除了wow还有别的吗 很多 这太长了 你这么讲好了 我们言归最转 5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怎么说你看这个数字 就是如果你看九宫格的话 5在所有盘的正中压 对对对 我来画老师继续讲的关系 那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容易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 当然这个有关系也不是那种关系 anyway 就是 我第一次关系是发生在我高中的时候 对 我没有压你今天那阵子上班 我第一次没有缴学费是在高中的时候 老师不要想太多 找不到 没关系 比如说 他比较容易有时候一不小心会乱放电 乱放电 对对对 乱放电 还有呢 老师 老师都在讲 这个嘛 对 所以你看5这个数字是不是在盘的正中央 所以你看 对 所以你看1 2 3 4 6 这个7 8 9 其实都 因为6跟他都有关系啦 就在他盘四周围 对 所以当我们要声明出这个盘先把它画好 对 因为就是 刚好5是在正中间嘛 对 但正中间不就 应该都跟其他数字有连接 不是四面八 是 没错没错没错 那应该5就是中心人物啊 诶是没错 诶 厉害喔 是是是 应该是这样子嘛 是是是 所以5号人很喜欢想说 我讲对了嘛 对 对 那你话会说嘛 耶 好 就是5号 你这样会让我一下子忘记 他不会吗 哈哈哈 就是 他喜欢当这个被大家注目的这个中心 这个焦点 好 就像我们讲那个spot light 就是这样打上去 那同时呢 却又不喜欢被别人知道太多他的隐私 所以就是5号人第一个矛盾的地方 我又希望大家都注意我都看到我 但是我又不希望太多自己的事情 或自己的空间 或被别人知道 嗯 这是第一个矛盾的地方 好 第二个5号人呢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那他有 啊 对了 先补充这一点 听说十二星座当中 是吗奶奶 十二星座当中 听说有一个星座最高比例的俊男美女 狮子座啊 狮子座 你是狮子座才会这么说 蛤 被发现了 听说是天秤座 不要 对 那么我们一到九号人当中呢 比例最高的俊男美女就是五号人 对 好 所以五号人呢 第一个本身这个外表颜值 对 好 好 再来第二个 他又喜欢交友广阔 刚才你说的 喜欢交友广阔 好 难怪很多人都误认我是五号人 都误认你是 哦 现在走出原因来了 对 所以你是什么星座啊 我狮子座啊 但是我 狮子的确补五 没错耶 真的啊 对 我今天才告诉你 不好意思 不要 我笔记一下 对 哇 狮子座补五 难怪 难怪 这宿命 终于到七天 终于答案揭晓了 对对 龙虚我在剪个二十公斤 应该更帅 哈哈哈 加油 好 所以我们刚讲 第一个颜值 外表 再来第二个朋友多 再来三个人 他也比较进不下来 他喜欢 可能 有的人喜欢出外爬山 有人喜欢唱歌 喝茶聊天 就是anyway 中心找事情来做 所以有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呢 他常常找这个朋友来 喝茶 找那个朋友来唱歌 别人就会误会 对 你会说 他是不是对我有兴趣啊 不然怎么今天又找我去唱歌呢 就他打扮得非常的漂亮 噴上一点香水 就一到了卡拉OK地方 没打开 哎呦我的玛雅 里面怎么这么多人 误会了 所以就是五花人要特别小心了 你就不要随便乱放电啦 是喔 因为之前我们还提到五行嘛 对不对 我刚刚忘了那四号人的五行 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推敲 一跟二是属木嘛 只是一个是大叔 一个是藤蔓 对 那上次你有讲说 上次是大火 诶是大火还是 是的 是大火嘛 对对 上次是赤子之心嘛 对对对 刚刚是有信心 那不就是熊熊的烈焰火焰吗 诶是小火珠光火 诶怎么会突然 我这样 闪叉有那么大 诶 诶 有什么地方 不会 对 只有什么时候才会心想说 诶 停电啊 对 所以一旦当你走蜡烛的时候 你就心中觉得怎么样 诶 就比较安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四号人他比较有点老二哲学 是喔 对 他平常不需要大家去注目 注意他 或者他不会特别去想搞笑啦 或什么的 但是当慌乱的时候 当大家有点逻辑乱掉 该怎么办的时候呢 你去问四号人 他就告诉你说 这事情很简单 你只要这样 那样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是给人家一种安定 所以在慌乱的时候 他就给人家一种安定的感觉 所以蜡烛火 烛光火 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一些历史剧 历史剧 就是刚好在看那朱元帐 内地拍的 胡军演的 我觉得他拍的蛮不错 刚刚讲到四号人 那我想到刘伯温 就是军师嘛 因为他是老二哲学嘛 因为他不去抢君主的 就是朱元帐这个风 那个光环 但是他还是有自信 就是朱元帐开国 但是他治理一些怀西旧柜 什么叫怀西旧柜 就是朱元帐他是怀西的那边 然后他那时候打仗 都是他们怀西的 所有的同宗的人 的一些伙伴 但当你国家建立起来 这些怀西旧柜 也是叫做交兵 汉将 因为都靠他们嘛 就反而说他们自是工大 就觉得说 你国家上也要赏风于我 那罗伯温呢 他不是怀西旧柜 他是浙东人士 所以他们是不同派系 所以朱元帐就利用他 去处理这些怀西旧柜 我觉得老二哲学还蛮贴切的 对对而且就是当上面的人交代四号人 今天又提到四号人 又回退一下 就是交代这四号人 他就是使命币的 对 哎呀这个让我突然 那会 当时要去查一下 那个刘伯温他是不是 十日嘛 对对对对 那紧接着我们就进到五 五的五行代表是什么是不是 五的五行代表是土 土里面的大意图 什么叫大意图呢 是一大片土地 无边无际的一大片土地 好 那各位想想看 大意图的话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想要把它围起来 是不是就很困难 你要把它围起来 你要花多少多少的时间 心力跟努力 八破鐵丝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五号人 下一个我们要聊到就是 他比较个性上会有点叛逆 就是你越要他怎么样的时候 他越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 难道我不能试试看 另外的方法吗 嗯 所以有时候五号人 我们代表说的 太败贵 太败贵 叛逆 叛逆的个性 你越他怎样 他就越不怎么样 好 那在公司里面 他不就是一个乱缘的制造者 诶 说到这个我要 刚才前面我提到五号人 有点矛盾 对 其实我这一点也是一个矛盾之一 就是 有的五号人是这样子 我可以当第一 我为什么要当第二 所以 你说在公司里面 如果遇到五号人 是不是不好管理 那以后都不要找五号人好了 可是我跟你说 有很多的业务大将 都是五号人 哇 是喔 对 因为第一 这个你这样想好了 这个人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坐不住 在电脑坐前坐不住 他就会想往外跑 是啊 所以他是不是比较试团做业务员 是啊 对 再来第二个 业务坦白讲 如果只要业绩到了 基本上老板就比较不会管太多 那本来就应该如此 对 所以他就想说 好啊 我只要把业绩做到了 那我是不是就比较不用被管得很很近 对 再来第三 他是不是有美光灯 对 上台啦 对不对 得奖啦 对 什么批彩带啦 等等的 他很享受那种感觉 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你只要把这个人用在对的地方 你知道怎么去激励他 也就是说 如果你带的一个部署是五号人 是 那么就要包容一下他的那种 不喜欢你太多的过问他 还有就是下班之后就不要再赖他了 因为他喜欢有自己的隐私 是这样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了解了解 给他舞台 给他掌声 当他做得很好的时候 就哇 大家就 要来点掌声吗 好 要要要 找一下恍惚声一下 差点找到蟋蟀声 来来来 对不对 到五号人有这样很好的表现的时候 就这样给他来点掌声 恍惚声 就非常好